我是徐家念青 不是一个好惹的 徐家念青的徐 是个厉害的徐 不是我爹那个色力内忍的徐 不是我娘那个外强中干的徐 不是我外祖父温柔敦厚的徐 我是外祖母外柔内刚的徐 外祖父外祖母 两个姓徐的夫妻生了个女儿 嫁给了一个姓徐的男人 我爹姓徐 我娘也姓徐 四个徐 我选了外祖母的徐 自小我就崇拜外祖母 她看起来慈悲善良 一旦惹怒了她 她可不管你是谁 她会即刻化身罗刹 杀得你片甲不留 我真的好喜欢这样的外祖母啊 她也喜欢我 她常常对人家说 这是我徐家念青 一个了不得的小姑娘 了不得 人家看到的是个温温软软的小女孩 粉粉嫩嫩 乖乖巧巧 哪里了不得了 裴老夫人看到我的第一眼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她拉着她儿子惊喜地喊 恒儿 你看徐尚书的女儿 多可爱 我和裴恒的姻缘 就是她这一嗓子喊出来的 裴恒好奇地跑到我跟前 然后看呆了 一呆就呆了多年 三年前 我们成婚 她还是呆呆的样子 当着宾客的面 拉着我的手说 念青 你真美 我害羞地抽出手 那是你没看见别人 若看了别人 会发现和我一样美 甚至比我更美的人很多 裴恒摇头 她说 这世上除了念青 再没人能入得了我的眼 我说 那 你可要记住你说的 我环顾四周 这么多人听着呢 她娘 我娘都在场 她拍了拍胸脯 我蒙上了盖头 可惜 她没记住 裴恒出征回来了 人已在半路 消息传回府中 小患难对我说 小姐 裴将军带了个姑娘 接下来 欲言又止 小贡服性子直 就告诉小姐辈 他们共乘一马 裴将军紧紧将那姑娘 搂在怀里 小患难急地咬舌头 小贡服 这才意识到闯祸了 紧张地看着我 我拿起茶杯 轻轻戳了一口 面上无波 无防 怎会无防 内心波涛翻滚 我和裴恒 青梅竹马长大 三年前得圣上赐婚 她欢天喜地地 迎我入了裴府 新婚那天 裴恒紧紧拉着我的手 走仪式 每一步都拉得稳稳的 我以为那就是我的一生 被他牵着 与他相扶的一生 我发愿为他收起所有利爪 用一生温柔 还他痴情 谁知 喜福还未换 圣旨便来了 紧急召唤裴老将军 即刻出发赶赴边地 那里即将失守 驻边大将孟绍安 重伤昏迷 将士们抵死抗敌 守住边地 但举心不稳 坚持不了多久 必须派出重量级人物挂帅 已挂印多年 但未忘仍胜的裴老将军 是不二人选 圣旨一道 裴老将军无二话 当即跪下戒指 圣上顾虑他年迈 特命裴衡随军 直封将军 裴衡晃了一下神 便换下喜福 换上军福 出发前 他拉着我的手 恋恋不舍 念清 我不稀罕老十字将军 也不稀罕建功立业 我只稀罕你 可我爹他年纪大了 下一句 他没说 满眼看我 我只能哽咽街上 去吧 只许胜不许拜 他点头 红了眼眶 我哭了鼻子 裴老夫人也哭了 他是个心软良善的人 见我第一眼就喜欢我 喜欢了十几年 就盼着我成为儿媳妇 他拉过我的手 对裴衡说 衡儿 放心 娘会对念清好的 我们等你回来 裴衡点头 转身而去 没几步 又跑回来 抱了我好一会 才随裴老将军出发 在家国大义 万千百姓生死面前 我们的新婚情 必须放下 只是这一放 就放了三年 期间 裴衡只要得空 就会写信回来 对我倾诉思念 一封又一封 念清 我的念清 我的徐家念清啊 把我的心悟得暖暖的 每见我这样 裴老夫人就笑开了眉眼 成了他儿媳妇后 他从不想着搓磨我 一心像带亲生闺女般带我 我被他看得害羞 与他撒娇 娘 你别笑 他搂过我 衡儿快回来了 你们小两口啊 这相思快结束了 都怪这战争啊 让你们新婚相隔 我不怕相隔 我怕革心 这半年 裴衡发回的信件少了 手里这一封 与上一封隔了一个多月 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 裴老夫人安抚我 说是战事频繁 裴衡实在无暇顾及后方 除了这个解释 我更在意的是另两个 一是裴衡受了重伤 手不能提笔或者昏迷 念头刚起 就被我压了下去 不能胡乱猜测 当机立断 从我的陪价里 拿出五千两 去飞英格打探消息 飞英格给出来的消息 向来真实 就是贵 我要得知真实的情况 不怕贵 果然是其二 能让一个男人 对妻子情感突然变薄的 只能是另一个女人 是一个裴衡就回来的姑娘 养好伤后 自愿留在裴衡身边 对她无微不至地照顾 起初裴衡是拒绝的 想让她离开她的营帐 姑娘就哭 裴衡犹豫了下 就没再碾 姑娘得以一步步接近 直到裴衡看到 她晾了她的贴身衣服 裴衡意识到 不能放纵下去了 执意要送姑娘走 姑娘急了 一下子抱住了她 苦苦哀求 不要撵她走 她是孤儿了 她什么都没有了 当她被她从敌人刀下 就吓得一刻 她眼里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人 任何事 裴衡是她的天 是她的地 是她的一切 她什么都不求 只求她点点怜惜 裴衡愣住 她只见过我 既温柔 又和她提要求的模样 从未见过什么都不求 只卑微地讨一点 宠爱的女人 趁她愣神 姑娘慌乱地 对裴衡上下起手 裴衡想躲 却被抓住了那里 裴衡顿了一下 姑娘就把手伸了进去 未经人士的少年将军 再也克制不住冲动 反过来 把姑娘打横抱起 快步走进营帐 帐里的烛火晃荡了一夜 第二天 裴衡醒悟过来 满眼悔恨 姑娘趴在裴衡胸上 可怜兮兮 哭着讨罪 说她不是来破坏 裴衡与夫人的 她只想加入 裴衡与夫人温暖的家 裴衡感动 紧紧抱住了她 许了诺言 她会留下她 然后翻身又压住了她 刚破婚的少年 只顾一往直前的快活 至于对妻子许下的誓言 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 早就不知道撞哪去了 磕磕磕 老鹰 不必说得如此详细 分割主提醒 给我打探消息的老鹰 老鹰怜悯地看向我 夫人要我事无巨细 老鹰照办 否则对不起夫人给的价 是了 这样的消息五百两足够 我给了五千两 我要细节 我要用这些细节 填充我爱培衡的记忆 只是没想到 这些细节 是让我对培衡心思 从飞鹰阁出来 我失魂落魄 等我恍过神 人已在山上 山上有我的大师傅 和二师傅 外祖母给我求来的 他们会告诉我 该怎么做 相处十几年 我从不知培衡 有这样的一面 轻易放下承诺 允许其他女人 投怀的一面 他之所以赶报那姑娘 大概是觉得 他求婚时 我的话就是个空头威胁 即使他真的有了别的女人 我最多也就是软软地哭一下 然后就会像我娘 接受我爹的姨娘一样 接受她的姑娘 十多年来 她只呆呆地围着我转 其他姑娘贴不上来 所以她从未有机会 见到我的另一面 我敢于割舍的另一面 我是徐家念青 外祖母的徐 不是我娘的徐 我娘来了 礼部尚书夫人 消息灵通 她看我 小心翼翼地问 念青 裴衡有外事的事 你听说了 我点头 见我没大反应 他放下心来 悠悠地说 裴衡对那外事 甚是喜爱 不但高调带回来 可靠消息 他还有意用军功 给他换个平期 说完 他谨慎地看我 我面色如常 他松了口气 开始给我讲理 念青 娘知道 你与裴衡感情好 面上不显 心里头难过 一时受不了 他移情别恋 可再不甘心 也万不能学那雪娘 搞什么恩断义绝 一别两宽 现在裴家风头正盛 不能惹了裴衡 你兄长的仕途 正在紧要关头 我面色依旧 他胆子大了起来 开始给我建议 念青 咱们要学会衡量 即使那裴衡变了心 但只要用心轰轰 还能哄回来的 毕竟你们有十多年的感情 别的女人比不了 只要把裴衡哄回来 早日怀上孩子 你在裴衡的地位就稳了 无论再有多少女人进来 都得看你脸色行事 你才是主母 我低下了头 想我的大师傅二师傅 他们不是这样给我说的 大师傅说 要护好自己的心 别被外界染污 一切都是虚幻的缘 不应当真 只做羞忍辱 我问 是要憋屈自己吗 大师傅说我愚痴 什么时候憋屈 自己是忍辱菠萝蜜了 二师傅嘱咐我 随缘行事 拿起也可以 放下也可以 我问他逃跑可不可以 二师傅愣了下 告诉我 可 与其伤心伤身伤神 不如离开逆境 只是一定要智慧 不能莽撞行事 智慧 应对我娘 也需要智慧 她开始同情我 念青 娘知道你委屈 但别真觉得这是委屈 娘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娘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当初你爹找了姨娘 娘也觉得委屈 可如今回头想想 有别的女人帮着服侍夫君 分担生育风险 不是坏事 我皱了眉头 她赶紧强调 千万不能学那雪娘 搞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 那样做了 既害自己 又害孩子 尤其是害了孩子 我低下头 转杯子 不吭声 我娘 她是不是傻了 她当年有我和我哥 有两个孩子 我哪里有什么孩子 至于雪娘 为何不能学她 我的处境更适合像她那样做 雪娘是我的闺中密友 自小与众不同 她是京城首富的独女 她娘是皇商 与很多贵族交好 她得以在我们贵女圈子里转 我很喜欢她 我总能在她身上 看到外祖母的影子 外祖母病逝后 我最喜欢和雪娘在一起 两年前 她嫁了侯府世子 两人约定一生 一世一双人 世子却在成亲半年后 偷偷养了外侍 雪娘得之后 决绝地与世子合离 带着儿子离开侯府 世子以为雪娘就是闹闹 当意识到雪娘来真的 各种挽留 两人合离的过程十分艰难 闹得满城风雨 各家都借此 敲打了脑子里装了 亲爱的女儿 不能学那雪娘 不学雪娘什么呢 选个不爱的夫君 夫君变心后 无动于衷 还是选了个喜欢的夫君 夫君变心了 不与之合离 委屈自己 我很想找雪娘聊聊这些 但她娘太疼她 怕留在京城 后患无穷 雇了顶级身手的侍卫 护送着她们母子去南方了 至于南方哪里 没人知道 她娘给了飞英格一大笔钱 专门用来阻断世子的打探 雪娘她娘 好好护住了雪娘 我娘担心我学雪娘 我倒是想让她 学学雪娘的娘 她做了什么 听到裴衡走了世子的路 赶紧来了 看似关心 其实是提醒 更是敲打 莫要给徐福惹了乱子 她不应该这样啊 我娘从未干涉过 我和雪娘交好 往日她看雪娘也是欣赏的 如今 怎么乱了心神 我看着她 犹豫着是拿起还是放下 见我不言 她有点急 念清 你说说话 你爹 你兄长其实都很担心你 我爹 我兄长 是 他们都担心你 我不信 他们不关心我 徐福里真正关心我的 只有我娘 我抬起眼 看了她一眼 很美 人到中年依然很美 但那眼里 总有划不开的忧愁 那个忧愁 叫做夫君背叛了她 她为了儿女 不得不委屈求全 心里白转千回 想和她掰着掰着 但最后 我还是维持了 徐念清对外的时候 最常使用的一面 乖乖巧巧地放下杯子 给她一个安心 娘 你放心 回去也叫我爹 和我兄长放心 念清不会给上书府添乱 她彻底放松下来 没了戒备 她开始流露 一个母亲的真实 她心疼地看着我 有些失神 开始乱说 念清 我的女儿 我的心肝 怎么还是走上了我的路 我配合她的悲伤 我满眼悲伤 她受不住 掏出来一打银票 放在我手上 念清 这是娘给你的 她清是眼角 娘能为你做的 真正为你做的 我继续悲伤 她哽咽半天 再也说不下去 便起身离开 我目送她出门 在她要跨过门槛时 我轻轻唤她 娘 她身子一顿 我说 保重 她没回头 走了出去 这一刻 她选择了放下 我也选择了放下 我娘离开不久 小贡福通传 陪老夫人来了 人生来只有一母 因为成婚多了一母 我命好 母亲算好的 婆母更是不错 陪老夫人最懂情 她握着我的手 开始叨叨 念清 我儿 苦了你了 娘知道你心里苦 娘也替你委屈 这三年 娘知道你 无时无刻不惦记她 派人给她送这个送那个 只怕她受了苦 可是亲儿 不是娘护短 娘听了很多 都说男人和咱们女人 不一样 男人她控制不住自己 哪个女人伸手一勾 她就上了 男人那很容易丢 可心不易丢 你相信娘 你们从小相伴的情意 哪个女人也比不过 等横儿尔尽头一过 只会扑回到你这里 其他女人就是玩玩 娘求你 万万不可和她置气 她回来后 给她张笑脸 和她念念你们的从前 她肯定是想你的 她看到你不怪她 自然就会愧疚 你就和她圆个房 尽早怀上个孩子 有了孩子 她的心就稳了 相信娘 男人最看重 元妻嫡子 裴老夫人 从未待我不好 她平时不怎么唠叨 都是一句两句 点到为止 如今胶着至此 一句一句掏心掏肺 其其爱爱 让人于心不忍 我柔声安抚 娘 放心 我不会与裴恒闹的 裴老夫人满脸时累 好孩子 好孩子 我的好亲儿 等你生了孩子 要是内心里还有恨 就带着孩子 搬到娘的院子里 不见他们 我扑痴一笑 娘 不会有那一天的 她点头连连 好 好 你和恒儿 不会有分开的那一天 老太太安了心 满意地走了 走之前 还上下打量我一下 亲儿 这三年 你出落得更好看了 比这城里 所有的姑娘都要美 那混账小子 见了 定是一步开目光 怎样 老太太一走远 我就抬头看向房梁 孟少安从上面跳了下来 醋梅 不行 我没看出来 有带你走的必要 她说 无论是你母亲 还是你婆母 都有为你考虑 尤其你婆母的建议 很可行 有了孩子后 你可以和婆母过 届时你有嫡子 有你娘给你钱 有婆母护着 你的日子不会苦 男人就是理解不了女人 我没费功夫和她辩解 端起一杯茶递给她 她一直蹲在上面 嘴唇都起了皮 她结果 养搏灌了下去 把杯子还给我 谢谢还未出口 就软了下去 她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她扶上床 她被我下了软骨伞 身子不能动 但意识清晰 口还能言 她不停质问 我要做什么 我不答 在我解开她的腰带后 她不问了 眼里涌起杀气 扒到她里哭 我停手 郑重地对她说 孟将军 我想和你欢好 可你要杀我 她怒急 你无耻 我无耻地问 孟将军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若还用墙 对你做那事 你会不会恨我 她眼里杀气更重 咬牙切齿 我会杀了你 我点头 就是这种感觉 我说 我不喜欢裴衡了 若听两个娘的建议 有个孩子 就得和她做那事 和她做那事 我的感觉 就会和你现在一样 我加重了语气 满腔都是杀人的心 满脑都是杀人的念 如果她用墙 我就把她凌迟 车裂 斩首 腰斩 包皮 刨落 停 停 停 孟少安脑门上冒了汗珠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她的功夫高 这一小会 已能动手指 我搬把椅子坐在她面前 等你全身能动 还需要很长时间 足够我毁了你清白 所以你现在回答我 要不要带我走 孟少安思索片刻 还是拒绝 不能 裴衡是功臣 我不能害她失去妻子 她横了我一眼 而你 礼部尚书的千金 我相信 你不会真做出那样的事来 下一秒 她翻了白眼 有出气没进气 气得 也是吓得 我把手伸进她里库 狠狠捏住了她那里 她的脸 瞬间没了血色 她气若油丝 你住手 我答应你 我把手抽出来 感叹 非英格告诉我 那姑娘用了这招降服裴衡 果然好用 孟少安恨恨 辛勒是用 你是废 辛勒 那姑娘叫辛勒 你认识 她沉下脸 她是边地太守的二女儿 哦 怪不得能进了裴将军的身 我不想往身了揪 瞪她 什么时候带我走 她已能坐 腿还不能动 看了我一眼说 我需要筹划 我面露不满 她急急护着下身 既答应你 就一定做到 我信 裴衡很少说别人 但她和我说过孟少安 孟少安是除了裴老将军 裴衡唯一佩服的人 她说那人一诺千金 只是很少有人能得到她的承诺 我得到了 我给她定了个期限 我不会与裴衡原防 但她会想 在我阻止不了她之前 你得带我走 她心有余悸 放心 裴将军是要领兵杀敌的 我不会让你把她废了 我笑 她已能站起 从我身边小心掠过 快速从窗户飞了出去 小患难端了晚饭进来 我一口口地喝 很久没吃得这么香了 孟少安是我在山上就下的 她当时昏倒在庙里 得知她是孟将军后 我就要她报恩 她拒绝以身相许 我纠正她 不是要她娶我 是要她带我走 她问我走去哪里 从哪里走 我如实相告 得知我是裴衡的妻子后 她说什么都不同意 她那时很弱 我用毁她清白威胁了她 她同意看看 我的实际处境 在做定夺 一步一步 孟少安再不敢忽视 徐家念青 这女人 哪有一点外面传说的 温柔乖巧 离开裴衡 意志坚定地仿佛个男人 还有一日 裴衡就会抵精 我给孟少安发了不少信号 她一律不回复 直到裴衡入城的早上 才来找我 告诉我 当晚便走 心中大石落地 她不算帅气的脸 也好看起来 我笑咪咪地对她拜了下去 孟将军安 恭敬至极 她一哆嗦 还是用原来的样吧 记得收拾好 离我远远的 我笑着指着她 就像当初救她时一样 当日 说我救了她 其实很勉强 她伤病出狱后 即刻爬山 给战死的将士贡登 山路太陡 身体太虚 爬道顶就晕倒在庙里 我给她喂了水 她醒了过来 我递给她一个馒头 说我救了她一命 她接过馒头 说我算不得救了她的命 没我 她也会醒来 听她这么说 我就把馒头抢了过来 她这才慌了 她是一个人出来的 高估了自己的体力 没准备水和干粮 我告诉她 这个庙只有初一和十五 才有人来打扫 迎接乡客 她来得不巧 刚好是初二 没有我的馒头和水 她会饿死 可死在庙里 看着饿得颤抖的腿 她认命地认下了 我的救命之恩 想起这些 她也笑了 但她又说 你太会算计 即使留下来 馨乐也不是你对手 她不死心 谁要和馨乐斗 我只是嫌弃陪衡 嫌弃陪将军 她不过找了个外事 就要被嫌弃 我问过了 她没有要抬馨乐 做平期的想法 馨乐会交由你安排 她没有宠妾灭妻 并未犯什么大错 违背誓言 招惹别的女人 就是大错 她大惊 你要独宠 那我给你带到哪里 能找到这样的男人 你只需带我出去 其他的不用你管 不用我管 你要一个人 我指了指空旷的屋子 看看少了什么 孟少安四处扫事 你那两个丫鬟呢 打前站去了 我笑 她反应过来 原来离开 你是蓄谋已久啊 我点头 也不算太久 只是很早就做了 这方面的准备 多早 一年前 雪娘闹合离时 就着手了 孟少安满眼疑惑 那时裴衡还未见过心乐 你就开始准备 你真的是礼不上书的千金 为人妻子 就是这样做的 我刚要反驳 小患难 小贡福 在外面叽叽喳喳 少爷回来了 孟少安看了我一眼 上梁接瓦而去 哎 这人 就是不走寻常路 我看着他消失的方向 倾笑 他商议全好 身手也更利索 旧部都盼着他回去 皇上也有此意 裴老将军三年里 心力交瘁 身体日渐衰败 目前暂留边地 待圣旨一下 就会派孟少安换回来 至于裴衡 因是裴家唯一的血脉 皇上会把他留在京城任职 以为忠良 三年不见 六个字可以形容裴衡 高大英俊沉稳 比走时多了沉稳 比孟少安多了英俊 他正被裴老夫人 拉着上下打量 老夫人满眼都是心疼 他在安抚 他身边站着一个姑娘 我没去打量 躲在裴老夫人后面 我无聊地踢小石子 离晚上还要好久 难熬 裴老夫人想起了我 她拉着裴衡的手到我面前 快看看念青 她日四夜叛你归来 我抬起头 撞见裴衡满眼的经验 是的 三年前我初初发育 如今十八岁 如花绽放 她念如着 念青 念青 眼睛一顺不顺 满眼都是光芒 可我挪了眼 不想目光交汇 低下头行礼 裴将军安 裴衡要拉我的手 我躲了 为防止她在动手 只好利用下别人 我静止走到那姑娘身前 这位是辛勒姑娘吧 夫人 您知道我辛勒满眼吃惊 我点头 一路周马劳顿 快随我去洗树下 裴衡愣在原地 裴老夫人推她 她跟过来 我躲开 对她说 裴将军 你也去清洗下吧 一会还要面圣 小厮会带你去 以给你安排好 裴衡受不了我的冷漠 一步步走近 念青 怎地如此生疏 我是裴衡 你的夫君啊 我又退了一大步 看下辛勒 不言 她正愣在原地 见状 裴老夫人叹道 念青这孩子 还是气了 恒儿 你别为难她 容轻而缓缓 裴衡一下子失了沉稳 急道 娘 你帮我劝劝念青 我这辈子 只会有她和辛勒两个女人 再不会有旁人了 裴老夫哀叹 但愿你能如愿吧 他们娘俩说啥 我都不言 只低头带着辛勒走远 我给她背了干净的衣服 清洗后 叫她换上 我又叫人给她送来首饰 打扮一番 很是像样 难怪 一出手 裴衡就从了 我在心底笑 笑裴衡 也笑自己 在感情上 我们都不算什么痴情的 她对别人动了心 而我也变了 不过几个月 对她的爱意 就从满心都是 到一点也无 徐家念青 翻脸不认人 心乐一脸紧张 裴衡准备好出发去宫里 圣上让她带上夫人 我烦躁 不知道怎么拖延 贴见心乐一脸期待 便问她要不要去 她小心翼翼 夫人 我可以去吗 我还未有名分 而您才是明媒正取 她满脸心虚 双手小心附在肚子上 有了 她有了 瞬间 我也有了主意 捂上肚子 使劲加了加胳膊 汗珠从额头冒了出来 我颤抖着说 我来癸水了 每次都是要死要活 麻烦新姑娘 陪陪将军去吧 心乐欣喜 给我换了丫鬟后 匆匆赶往前厅 我坐到了踏上 孟少安娇的招 还真好使 就是演得辛苦 门外 裴衡嚷嚷着 要进来看我 被裴老夫人 一棍子打了出去 孽障 你敢让皇上等 裴衡大喊 念青 等我回来 晚上我去找你 我想了你三年了 一阵大笑 旧日的朋友 都来看她 笑她想媳妇想疯了 心乐的声音 加在中间 将军 快出发吧 脚步声陆续消失 完全安静下来后 裴老夫人推门而入 我赶紧又夹了下胳膊 她一脸心疼 念青 我儿 可是遭了罪 娘给你说 以后生了孩儿就好了 我一脸疼得 发抖的样子 她赶紧吩咐丫鬟 扶我到床上 吩咐叫抚衣 给我掖了掖背脚 亲儿 恒儿一看到你 就再也不看那个女人 恒儿她没有变心 只要一见你 满眼就是你 她太年轻 顶不住那事 以后有你了 她就不会再找别人了 你听娘一回 原谅恒儿她好不好 陪老夫人眼里都是哀求 不忍直视 只得继续装腾的冒汗的样子 顺便闭上眼睛 她缓缓起身 叹了口气 离开 我在心里和她道了声 保重 虚实 一伙人摸进裴府 杀人放火 裴老夫人率府兵抵抗 不敌受伤 裴夫人徐念青被杀 又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 等裴衡 待人匆匆赶回 徐念青的院子 已经化成灰烬 只有一具女尸 身形上 看与裴夫人相符 手腕上戴着的镯子 确定了是裴夫人 那是裴将军给她的定情信物 由裴将军亲手打造 打了好几个月 捧着手镯 裴衡撕心裂肺 念青 青儿 像一匹失去伴侣的孤狼 半成人都听见了 皇上大怒 派人搜寻贼人 抓到了一个 供出他们是敌兵派来的 专门追来裴府报复 孟少安扶着我 飞跃出城 出了城 就上了醉天的小路 一个人都未遇到 我赞叹 我受裴衡连累而死 我娘怪不得我 裴老夫人怪不得我 将裴衡夫人惨死 引到底我争斗上 将激发将士复仇的斗志 真是好谋划 我彻底放松 趴在他背上 悠悠叹道 真好啊 自此 世上再无需念青 我自由了 谢谢你 孟少安 孟少安冷亨 真没见过 你这样冷心冷肺的 你想过 裴衡没有 你因他而死 自此以后 他的心只会在地狱 不会 他有心乐呢 他觉得对 又觉得不对 就算不想陪衡 你连娘也不要了 我反问 是你 你会要吗 他没答 飞得更快 离开京城 几十里后 他把我放了下来 给了我答案 我也不要 你顾虑他 活不好 而他没你 也会活得好 对 我夸他 他做出一副牙疼状 为何总把你的事 安在我身上 设身处地呀 可我是男人 若我是你女儿呢 他咬牙 别说了 我拍他 悟性很好 他帮我成功脱身 真的好帅 有点舍不得 但得分开 我向他告辞 他不同意 要继续带我一程 山路危险 除了豺狼 还容易被山匪 抓进山里 做压寨夫人 我连裴将军都不要了 怎会看上山匪 我想了想 是这么回事 何况大晚上的 我又不认路 有点累 他坐 我挨着坐下 他递给我一个馒头 我接过 真不要陪将军了 作为男人 他很不理解 我就这样轻易 舍了陪衡 嘴里嚼着馒头 没法出声 点了点头 他说 女人都像你这么狠心 陪将军都快把 母郎号进城了 那是丧偶的姑名 我听了都难受 你一点不难受 怕他背我太重 从昨晚我就进食了 饿得前胸贴后背 吃完馒头 又喝了一大口水 我才开口 不难受 你也别心疼陪衡 别看现在他哀嚎 等心乐照着他那一抓 他一爽就把我忘了 孟少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 他变了腔调 你真是陪将军 喜欢了十几年的女人吗 怎么可以把他说得如此不堪 我不理会他对陪衡的共情 我是徐家念青 扫了下胸脯 答非所问 我是女人啊 他也看向我的胸 月光下 他的脸扭曲得不像话 你真狠 静默 良久 他问了正事 你那打前站的丫鬟们在哪 我黑黑一笑 边地 那 边地 孟少安凌乱了 他完全想不到 我把老巢柱 在了他那 走进我的院子 看到小患难与小共府 孟少安懵了 我把家就安置在了 将军府不远处 中间只隔了三户人家 你选在这里 他瞪圆了眼睛 这里安全 那你可知 裴老将军还在府中 知道 你 我不会去见 陪老将军的 我懂 一个死去的儿媳妇 不应在老英雄面前诈尸 他指着我 这是诈尸的事吗 你胆子也忒大了 他儿子再经生死不能 你却跑到他附近逍遥 你是不是觉得 把你带出来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委屈上了 我把他的手指按下 轻声安抚 别担忧 他压根都没见过我 哪知道我是谁 你是他儿媳妇 怎会没见过你 裴老将军 从不管后院的事 婚事都是裴老夫人在办 按流程 我是出嫁第二天早上 给他们敬茶 才能见到裴老将军 久在边地的孟少安 满眼不可思议 你们青梅竹马 他父亲却没见过你 边地不会这样 我点头 还是边地好啊 他说 怪不得你要来边地 你不要培衡 你要自由 当然 边地多好 心乐爬了培衡的床 还能好好活着 在京城 不是被沉堂 就是被赶到庙里 所以 你来这里 是为了爬男人的床 孟少安怒了 我怎么学心乐了 我来这里是图 这里可以容我做事 做事 你要做什么 你猜 我变皮了 孟少安还真的 认真思考起来 开酒楼 我摇头 做绣房 我摇头 开医馆 我摇头 办女学 我摇头 那是什么 画本子里 出逃的女子 大概也就干这几样 她一脸惆怅 我哈哈大笑 堂堂梦将军 居然看画本子 她瞟了我一眼 我在京城里养伤 天天躺着 大夫不允许我看兵书 说会激动影响伤口愈合 但让你看画本子 那怎么办 只有这种大夫允许看 说有利于心情愉悦 心情愉悦 有利于伤口愈合 那你愉悦了吗 见我笑得不成样 她也跟着笑 确实愉悦 画本子写得挺好的 看了就让人停不下来 只有一点 我想不明白 为何女子总是不能安守抑郁呢 我要说话 她打断我 不许再安在我身上 我又不会变成女人 我想听女人的答案 那这样 哪天把你捐在后院 再放几个男人进去 谁表现好 就放谁出来陪我一次 会怎样 孟少安 孟少安脸垮了 不敢想象 会掐成什么样 你这么一说 我懂了 男人的自以为是 困住了女人 小患难给他上了一杯茶 小贡福给他上了一盘糕点 女为知己者服务 孟少安叹道 不走近女人 还真不了解女人的处境 男人们一直不理解 女人只需守在后院 不用奔波劳苦 这是多大的福分 怎么就不知足 在这方面 男人确实狭隘了 他诚恳地为男人道歉 我挥挥手 无妨 我们以后都不需要男人了 他疑惑 能理解你们的男人 也不要了 我 他俩嘀咕 还要男人吗 孟将军说的那种男人 他的问题 成功难住了我们三个 不过 我们很快放下 要不要 不重要 把摊子支起来 才重要 我们三个忙得昏天暗地 孟少安也忙 他要重新熟悉军队 要与陪老将军交接 又要挑选合适的人 把陪老将军安全送回京城 一个多月 才想起来得看看我们 活成啥样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我的生意人气很足 很多人在排队预约 小患难和小功夫 耐心地接待和解答 你开道场 做法事 孟少安的眼珠子 快瞪出来了 怎么 不行 行 就是 这也让人太想不到了 有生必有死 生难 死亦难 我递给他一本经书 一会儿 和我们一块 他稍犹豫 便接了下来 这个是边城的一个父户 老夫人临死前交代 只给他诵地藏经 午前 我们一直诵经 诵完又做回相 孟少安都照做 他时不时地看我 也看法师 我请了两个女法师 我在京城的大师傅 和二师傅 他们在京城 隐居山中 我来了边地 把他们请了来 他们要成佛 就要度化众生 在京城 觉得他们的不对 缘分稀少 来了这里 貌样了 可以结缘 可以度人 让他们十分欢喜 不辞辛苦 亲自为失去的亡灵超度 虽在边地 但我们做的 与京城高僧做的一样 是无比正规的法事 家属留下七十两银 一共七天 每天十两 孟少安喝了一大杯水 清了清嗓子 怎么会想到做这个 因为这里 最不缺的就是死亡 无数的将士 在这里流魂 无数的孩童 因为战争 活不到成年 磕磕磕 他呛了水 表情凝重起来 他也差点在这里埋骨 还因为 这是我的擅长 我不会刺绣 不会医术 不会做饭 不会 但我真的很会做法事 你擅长这个 是因为陪将军吗 孟少安很敏锐 谁家夫人会想去学法事 除非他的夫君离死神很近 他为了夫君而学 他的眼神柔和下来 他一直觉得 我对陪衡太过绝情 但看到我做这个 他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孟少安试探 你是不是一直在做 陪将军死亡的准备 三年里 陪衡没少受伤 为了让我心疼 每受一处伤 都会画下来给我看 我在经里等他 每次接信都胆战心惊 怕他又受了心伤 更怕是最后一封 他是陪老将军的老来子 他的五个哥哥都埋在了这里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他哥哥们一样 在这里买骨 每天我都在期待与恐惧中度过 盼着他来信 又怕他来信 时日长了 我想不能只受折磨呀 总得真正为他做些什么 我雇了飞英格 送衣服 送粮食 但送任何东西 都不能缓解我的不安 于是我上了山 我的大师傅 二师傅在那里 正好遇到他们在做法事 超度亡灵 就跟着做了几场 令我意外 我的心静了下来 大师傅开始 帮助是去亲人最好的做法 就是祝他有个好的转世 自那后 我就开始学了 孟少安 你要亲自为他超度 送往心生 你是他夫人 你这是怀着怎样的一份 我打断了他 不要再谈我对他有什么情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是一定要送他往生 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他有了心乐 孟少安眼里都是怜悯 徐念青 是陪将军对不住你这份情 真没想到 孟少安向我道歉 之前认为你冷心冷废 只顾自己畅快 不顾别人死活 没想到你是这样 徐念青 对不住 我白白手 我原谅你 不过 说起来 我还是感激 陪陪陪恒的 因为他的背叛 我才敢做徐家念青 否则这辈子只能做徐念青 徐家念青 徐念青 有何不同 他很认真 很严肃 忽的 就想逗他 徐念青只会说 孟将军安 徐家念青赶请 孟将军喝茶 孟少安愣了一下 等反应过来 红色已从他的面蔓延到井 你执意离开陪将军 但你并不怪他 对 不怪 他辜负了徐念青 但他没有辜负千万百姓 我分得清 孟少安直直地看着我 我笑 我心胸宽广巴 因为我是徐家念青 孟少安的眼里都是光 小患难说 孟少安对我动心了 他说 小姐给他的反差太大 他以为小姐 是受不了委屈的娇滴滴妇人 哪想到小姐是胸襟宽广的大女子 小贡福说 是啊 按照画本子里写的 小姐恨死陪将军 哪知小姐并不恨 恨的 小患难和小贡福对视一眼 懵了 到底哪一面才是小姐 我轻轻说 外祖母告诉我 谁伤你 就杀了他 杀不了 便恨他 小姐 你真的恨吗 二师傅不是说 心里装了怨恨 就有挂碍了吗 我看着小患难 二师傅说得对 不过大师傅也说 恨一会没事 别一直沉浸在恨中就行 那你恨陪将军什么 小贡富好奇 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 恨什么呢 我还真没仔细想过 只想着怎么逃了 静下心来 一念清晰浮起 恨他半路转了 害得我还得费力重新寻个男人 这个呀 小患难乐了 不用重新寻 小姐 你不用再找男人 画本子说了 可以一个人独美 小贡富富贺 小姐 你不想独美 还有我俩呢 不行 你家小姐 我想好了 我什么都要 赚钱要 积累功德要 美满姻缘也要 好一个什么都要 一个老者走了进来 声音红亮 身材高大 满头白发 看着面容觉得熟悉 却想不起来是谁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 我只得行礼 老先生 徐姑娘 这是裴老将军 孟少安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裴横他爹 腿软 嘴抖 裴老将军看出我的恐惧 低声安抚 念清 不必害怕 看到你还活着 我很高兴 您 知道 窦大的冷汗珠冒了一堆 小患男赶紧过来扶住我 老将军 您别吓我们小姐 他最是胆小 孟少安点头 老将军 徐念清确实胆小 他敢做死的生意 但他怕长辈 尤其怕像您这样的长辈 闻言 裴老将军表情不好 我家的念清 你倒是了解 孟少安也冒冷汗了 我不知所措 浑身发抖 在裴老将军面前 我不再是徐家念清 裴老将军叹了口气 罢了 我特意推迟回京 不是来找你算账的 尽管你一个假死 差点真的要了我儿子的命 我不解 那我还有什么价值 值得他老人家找来 平退左右 裴老将军收了严厉 面线迷茫 他问 念清 你告诉爹 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吗 有 我数次看过鬼了 他轻轻汗手 昨晚 我梦见了你的五个哥哥 他们要我来找你 帮他们解脱 英雄兄长们 要您来找我 我惊呼 老人家冻容 是 你的兄长们是英雄 但他们的灵魂 还困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 那他们说 需要做什么 才能帮助他们吗 普通的超度 可能不行 你果然懂 他们确实反复叮嘱 唯有三十信念 可以帮他们解脱 老爷子声音颤了 好 大师傅 二师傅都可以 多少银两 我摇了摇头 我在陪府时 一直得到陪老夫人照顾 他给我讲了五个哥哥的英雄往事 都是为守护百姓而战死 他们是这一方的守护神 帮他们 不收钱 老将军微颤 但不严 掏出来五张银票 放在桌子上 他们的可以不收 可是与他们一同战死的将士们的得收 将士们没有家人 我帮着付 我赶紧行礼 感恩老将军慈悲 三十信念做起来很累 但没一人喊苦 大师傅带着坐了三天 第三天结束 老将军替泪横飞 他感恩地跪拜大师傅 在二师傅的帮助下 他亲眼所见 他的五个儿子 全部乘坐莲花 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同时 无数缺胳膊少腿的将士脱离苦楚 依照前世功德转世 以完整的身形升天 或投胎到富贵人家 个个都有好去处 大师傅不善言辞 只一声声对老将军说 阿弥陀佛 老将军也学着和掌念佛 二师傅频频点头 感叹荣马一生的老将军 晚年与佛结缘 有了这个种子 老将军将来可解脱 孟少安全程跟着 结束后 他把我叫到一边 可以趁机和老将军 要个和离书 我去找了老将军 陪老将军却拒绝了我 他说 还是让恒儿亲自给你吧 你是他妻子 你得负责让他死心 我满目彷徨 见我这样 他低叹 你心意不在他身上 我不会让他痴缠 我才放下心来 陪恒最是孝顺 我相信 他会听他爹的话 大师傅 二师傅除了带着大家 做法事 还会讲法 做法事要钱 听法不要钱 做法事很多人来找 听法没人 我就带着小患难 小共福听 孟少安碰到了 也会跟着听 听得多了 对他触动很大 他就让他手下的人 轮着来听 对于死亡仪式 多些了解 有助于降低将士们的恐惧 其实 谁都怕死 拿刀拿枪 抵抗外敌的将士们也怕 他们接近死亡 却并没有死亡的准备 尤其这几年 争了很多新兵 他们杀敌的新赤胜 面对死亡的准备 却很不足 当他们自己的死亡 战友的死亡突然而至 慌乱 恐惧 无助等情绪会狂风暴雨般 席卷他们的理智 导致战力下降 孟少安说 战场上吓尿的 吓呆的 吓跑的不少 即使没跑 侥幸活了下来 也是垂头丧气 对士气影响很大 他没有怪这些新兵 他说当年他重伤 也是这样 要不是这几年仗打下来 敌人也损失惨重 就现在状况 我们会被打得很惨 我问 有办法能不受伤吗 孟少安眸色变身 念清 这里是战场 我懂 就是难受 转身去做我能做的事 帮将士认识死亡 为他们死后 送个好去处 将士们很受益 他们认识到 死亡不仅是终结 也是新生 以前他们以为 死后只会变成鬼 现在 他们知道 有比鬼更好的新生 去哪里新生 既与他们生时 所做的事有关 也与临死时 一面有关 他们要把握好 死亡的契机 认识到这些 极大缓解了 他们的迷茫和恐惧 越来越多的将士 在修墓时来听 就连爱找女人的 都不去了 小患难说 常年无休的军纪 都歇着呢 小贡福说 如果早点这样 将士都关注修行 陪将军也不会 叫那女人钻了空子 他心直嘴快 想到哪说呢 说完 意识到自己又嘴欠了 我还是像从前一样 轻轻地安抚 无妨 不是假装淡然 是真的无妨了 在京城 我认认真真听了 几百场法会 来到这里 将法事落到实处 切切实实帮助了人 彻底改变了我 以前懂得 人与人关系长短 靠往昔缘分 非人力所为 如今是体会到 该散的就是散了 不必执着 小患难不服气 他说大师傅说 即使夫妻缘分短 只要有智慧 通过今生努力 也是可以延长的 小贡福很冷静 为何要延长 你觉得 这世上的男子 有长久爱人的能力吗 值得喂鱼吃的 他们延长吗 小患难愣住了 孟少安恰巧听到这句话 也愣住了 他是来找我告别的 他要搞一次营救 就依旧被抓的将士 三年里 被敌方抓了不少 都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 出发前 他来和我告别 他说 每一次出发 都有必要和亲人 做出临终告别 可我不是你的亲人 他抬头看向远方 我把你带出来 又帮你支撑起道场 我不是你的亲人 又是什么呢 我想想对 他说 若我这次死了 我要你给我做法事 大师傅 二师傅 功力更高 我就要你给我做 非要我吗 只要你 只要我 为何 他盯着我 你说呢 我懵懂 应是你说呀 他瞪了我一眼 甩袖子走人 你还没说呀 我在后面喊 他走得更快 前母亲 前婆母 前夫 组团出现 是什么体验 我摔了个跟头 裴老将军 把我的消息一说 裴衡就来了 裴老妇人 说什么都要跟着 我娘为了跟来 扔了我爹 我死后 三人都曾 为我痛不欲生 裴老夫人 一看见我 泪流成河 她抓住我的手 念清 我儿 可想死娘了 我娘定定地 看着我 裴衡也是 不错开眼珠 我不知所措 从未准备过重逢 只求以死逃脱 未想过死而 复生咋办 有点内疚 有点慌乱 有点茫然 很多点想跑 脚一动 歪了 我摔倒在地 叫了出来 太疼了 天意 不让我逃 大师傅 二师傅 小患难 小共福 听我尖叫 都跑了出来 见裴衡 把我打横抱起 而我 我呲着牙 满脸又疼 又酸涩的表情 大师傅皱了眉头 二师傅欲言又止 小共福想来扶我 被小患难拉住 裴衡的脸太难看了 我垂下头 乖乖地游着他抱着我 放到树下的石桌上 腿枕在石桌上 大师傅懂得一些医术 他看我的脚 他说只是扭伤 并未伤到骨头 上点药膏 痒痒就好 裴衡松了一口气 二师傅坐在石凳上 拨动佛珠 开始念佛 他眼里闪现担忧 我明白了 我这无妄之灾 是鬼干的 我得罪哪个鬼了 他不动声色 瞥了一眼裴衡 不是我招惹来的 是裴衡带来的 裴衡 对了 辛勒怎么没跟来 以他的性格 即便怀孕 裴衡去哪 他都会跟着 好不容易抓到手 他不会有一丝 让他跑掉的可能 我抬头看裴衡 撞见他满眼的关心 我娘和他娘 站在他两侧 一样的眼神 一阵心虚 疼忘了 在他们眼里 我应是死的 穹死了 不知怎么开口 还是决定利用心乐 给裴将军和夫人请安 然后故意四处看 您夫人 我夫人 裴衡突然发狂 抽出剑 向我劈来 瞬间把我吓傻 我以为我死定了 结果 伴随着裴衡一句 赶伤我夫人 一条蛇落到了地上 被砍成两截 而我 头发散了 我从不知道 裴衡武功这么高 他面目猙獰 向我走来 也要杀了我吗 我满目惊恐 瑟瑟发抖 他来到我跟前 我怕得闭上了眼睛 疼痛没有传来 他只是轻轻 把我落在 鬓角的头发 挽到了耳后 我浑身一阵站立 睁开眼 往后退了退 抖着声音说 男女有别 还请裴将军 离我远点 有别 裴衡的声音 陡然提高 我一耸 裴老将军 不会让你杀我的 他脸色更难看了 你帮了我五个哥哥 裴老夫人赶紧跑过来 他拉住裴衡 衡儿 有话好好说 裴衡盯着我 念清 谁都不能命我休妻 我爹也不行 我一个猎切 差点从石桌上掉下来 裴衡抓住了我 我娘跑到我身侧扶住我 小患难小共福 回小姐回房 他又对裴衡说 裴将军 念清有伤在身 看病要紧 其他事情不及一时 裴老夫人说 对 先养好伤 裴衡放开了我 他抱起我 低头看着我 郑重地说 念清 我们之间 只是有了一个小插曲 已经过去了 以后就是咱俩的一辈子 我低头不眼 他把我放进屋子 裴老夫人走了进来 给他眼色 他走了出去 老夫人说 念清 裴老将军没有赴你 他命恒儿与你合离 恒儿宁死不从 老将军给你做主 让你给恒儿三个月的时间 若三个月 你还是不能接受恒儿 他为你情旨赐和离 恒儿答应了 皇上也知道了 我经 皇上 裴老夫人点头 裴老将军 承报皇上了 你若不从 算你欺君 三个月后 恒儿若不从 指他欺君 干颤 怎么办 三个月 是辛勒生产的日子吧 裴恒儿他能留在这里三个月 裴老夫人眼眶红了 他挨着我坐下 轻轻叹道 念清 没有辛勒了 恒儿以为你真的死了 生了死至 要随你去 辛勒安慰他 他必辛勒如蛇蝎 他责怪辛勒 若不是他勾引他 让他赴了妻子 他的妻子 又怎会与他疏离 怎么一人留在府中 怎么被敌兵杀死 恒儿说他一辈子 都不会原谅辛勒 辛勒深感愧疚 背着我们去山上祈福 为你超度 遇上山匪 一尸两命 哦 我恶然 辛勒死得太过突然 裴老夫人流泪 恒儿也很愧疚 他的女人接连因他而死 若不是他爹 将把你还活着的消息 告诉了他 他就没了 裴恒又走了进来 模样枯萎 看着挺难受的 走到今日 怪他 但也不能全怪他 夫妻分离 若只有一方想分 对另一方来说 特别残忍 他按己愿 分心于别的女人 与我残忍 我只顾己愿 与他分离 与他也是残忍 裴恒 他眼带惊喜 你去帮我叫大师傅来 好 与我判断的一样 让我摔倒的是心乐 他挺着肚子 以恶鬼样现身 他说 他没有恶意 只是受不了 我对裴恒不好 大师傅劝他 不要干扰杨奸事 否则他和孩子 都会灰飞烟灭 心乐沉默 摸着肚子 脸现愧疚 许久 他恳求大师傅就拔 大师傅答应给他做法事 他跪拜谢恩 连续七天 大师傅给心乐母子 送金刚经 陪衡每日都跟着送经 拜佛 回向 我娘跟在我身后 寸步不离 她悄悄问我 裴恒也很可怜 亲儿 你会和她再续前缘吗 不会 可她看起来 真的不太好 裴恒脸色发暗 被中轨围绕 娘 能救裴恒的 只能是她自己 确实该自己救 若她没和心乐 搞在一起 就不必遭受这一连串的苦 一切都是自找 她能自救 可她一心只想与你和好 她也曾非我不可 还不是有了心乐 可见执念这东西 是可以放下的 那你呢 还惦记她吗 从小你就和她玩得好 大了心心念念要嫁给她 嫁给她后 三年无一日不期盼着她 娘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那是假死 为何要假死脱身 法师圆满后 我的脚也好了 裴恒迫不及待 把我带到她曾经筑扎的营地 看着破败的营地 内心一片慌乱 孟少安说过 那是场恶战 太守新勇带着两个女儿 来给裴恒庆祝新盛的仪仗 当晚却遭到敌人反扑 裴恒带着人战了一夜 堪堪击退来兵 救下心乐 新勇和长女心眉被抓走 生死不明 都说路上就被杀了 孟少安说 裴恒把心乐留在身边 主要是因为愧疚 男人最怕愧疚 为了减少愧疚 不惜做任何事 我点头 所以 心乐求他睡他 他就睡了 孟少安一脸尴尬 是是这么回事 但也不必说得这么难听 要说 裴将军对心乐 也没多少情 更多的是安抚吧 那又怎样 孟少安说 裴恒在我这里是彻底翻不了身了 我觉得奇怪 虚心请教他 裴恒为何执着与我复合 他没多爱我 也不缺女人 孟少安看了我一眼 除却乌山不是云 什么云不云的 是女人不就行了 把孟少安气得够呛 说我顽明不灵 裴恒对我确实不灵了 念清 我需要个理由 我踢小石块 不言语 他站到我面前 不容我逃避 不想难受 算不算 我倔强地给出了 最不成为理由的理由 裴恒却没有意外 他平静地走到一块大石头 坐了下来 向我招手 我只得跟了过去 他皱眉 摸着自己的左腿 念清 我站不久 那一场战 是心太守带着两个女儿 为我争取了生机 但我的腿还是受了很重的伤 之后是心乐 一天天给我上药 按摩 煲汤 我才好了起来 我怕我瘸了 没敢和你说 我心情烦躁 是心乐安慰我 鼓励我 我才坚持了下来 心乐确实蓄意勾引 而我也确实对他心存感激 还有愧疚 念清 我没法推开他 那场恶战 他也受了伤 伤及肺腑 即使没有山匪 他也活不久 孩子也生不下来 从开始我就知道 我和他不会长久 我也知道他会成为我们夫妻的隔阂 但我想若你知道详情 会谅解的 念清 我和他只是不得已 我不言 不得已什么 不是睡得挺爽吗 爽就是爽了 找这么多理由干什么 若心乐丑如无言 有再多的不得已 也扒不下他一个将军的裤子 裴衡以为我傻 过去的徐念清 确实为了和他相处得好 常常装傻 但我如今不再是徐念清 我是徐家念清 念清 我和心乐只是特殊环境下的一段缘 和他在一起的第一天 我就如此确定 我和你才是一辈子 回到京城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更加确定 你假死后 更验证我无法独活 念清 我恳求你放下这段 与我走下去 他还在巴巴 我停下踢石子的动作 定定地看着他 大师傅说 爱是无我 真的爱 不会想自己 只会想对方好 新婚业 他为了他爹 为了前程 独留我一人 三年未曾回来一次 明明快马只需两日 退育 他感动自我 抱了心乐 舍掉对我的诺言 如今 他为了能活下去 不顾我的感受 要我陪他走下去 他不是那个 我念了十多年的培衡 那时的他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快乐 也让人快乐 也让人快乐的模样 他现在做了人家男人了 从前的他 值得徐念清垂青 现在的他 不值得徐家念清的怜悯 可他左脸颊的疤痕 威瘸 站不久的左腿 都提醒着我 他还是个英雄 拒绝一个自私的男人 很容易 拒绝一个自私的英雄 有点难 得杀掉道德 他想要一个死心的理由 那我就给 想了想 我柔声道 裴衡 你变了 我也变了 三年里 我看了很多画本子 我被童话了 你要理由 其实很简单 你那里 与别的女人用过了 我嫌脏 用最温柔的嘴 说出最让人难堪的话 阴云密布了 裴衡的脸 我又轻声道 我娘想让我和你 生个孩子 你娘也想让我 和你生个孩子 那你听啊 他们说得对 他仿佛抓到了稻草 我换了脸 很力道 可怎么办呢 你一靠近 我就恶心 想吐 我连看你都不想看 怎么和你生 隔空了 裴衡 阵站在风里 他见过温柔的徐念青 没见过翻脸的徐家念青 完全凌乱了 晚上 裴老夫人来找我 裴衡什么都和他学了 挽回我 他们母子一心 裴老夫人慈爱地看着我 念青 我这辈子就只和裴老将军在一起过 他也只和我在一起过 我们不知道男人有过别的女人 女人该怎样 也没交过裴衡 可我看你娘 你爹有了三个姨娘 他依然和他过得好好的 是不是 这也不是多难 语气很卑微 带着恳求 我不忍心驳斥 跑出去拉了我娘过来 让我娘回答 我娘起初很为难 后来见我对她面露冷漠 急了 竹铜倒豆子 把这么多年的委屈 倒了个干净 老夫人 这是 若说真话 我最有体会 我生年轻时 他爹找了第一个姨娘解育 可您知道 为何他明明爱我 却在我身子养好后 又接连找了两个姨娘 而我在无所出吗 我恨啊 恨死了 恨她的自私 恨她的背叛 从徐尚书第一次找女人开始 我就不再接受她 更不会再与她生孩子 可我与她已有了一双儿女 我不能求我一人自在 苦了孩子 我忍了痛苦 与她面上安处 虽未与她合离 但在我心里 早当她死了 她弃我善度 弃我不善解人意 她只是缓解一下男人的憋门 我就上纲上线 为了激我 她又找了两个姨娘 找完之后 发现我无动于衷 她才知道 我和她之间 再也回不了头 她这才死了心 之前我们亲密无间 之后我们相敬如宾 我这次跟着你来找念青 思念女儿是真 远离她爹也是真 如果不远离她 我会毒死她 那时 我觉得念青的死 与她脱不了干系 她若能以身作则 这京城的男儿 起码有个榜样 我的念青 也能有个活路 陪老夫人 惊得说不出话来 好伴赏 她说 那经理的夫人们 都是这么想的 我娘摇头 怎会 夫妻若是媒妇之言 怎么计较她 有几个姨娘 只顾着自己的地位 别被撼动 只是这夫妻 若因感情而建立 就再也容不下 别的女人 若夫君背叛 一心只盼着 她死了才好 原来是这样 陪老夫人 颤颤巍巍地 走出屋子 陪家只剩陪衡了 她不能死 皇上不让她死 老夫人更不可能 让儿子身边 有个盼着 她死的女人 我谢过我娘 她真的很会扎人心 我娘轻轻抚摸我的头 念青 好好开你的道场 娘会陪着你 我提醒她 娘 我不收穷人钱 只赚富人钱 你跟着我 可比不得在尚书府 我娘笑 不怕 我把尚书府 一半钱财都带过来了 我张大了嘴 娘 你真狠 我娘说 府里的一切 本就由我一半 我笑 我外祖母 也是在捞钱上 毫不含糊 我娘说 你很像你外祖母 够狠 我比你们 差了点 我安慰她 变成外祖母 永远不晚 我娘 念青 以后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说不知道 脑里 却浮现孟少安 我赶紧摇头 转了话题 和我娘说 我也心软过 当初学法 是为了亲自给裴衡送往生 我娘动容 她说 我就说我的念青是个好姑娘 是她裴衡不好 娘相信你一定会遇到个好男子 很难 这事到只教男人怎么坐拥三妻四妾 没人叫男人 只爱一妻 我娘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 她恍然大悟 娘知道要做什么了 来边地后 娘一直也想做点事 却不知道做什么 现在娘知道了 娘要教男子怎么求偶 我不敢相信 她可真敢想 比我还敢想 之后好多日没见裴衡 裴老夫人说她带人去帮孟少安了 孟少安还未回来 孟少安留下的副将孟凡旭 是个心思很缜密的人 主将不在 练兵 备战 防御 她安排得井井有条 不仅如此 她还时常来看看我们 有时听法 有时跟着做法事 她说因为我们 边地祥和了不少 尤其是穷苦失去亲人的家庭 有了精神寄托之处 大师傅二师傅的讲法 也让更多人的心 获得安宁 她也喜欢听 我娘观察了她很久 发现她面容常常忧郁 一打听 才知道除了她 全家都在战争中失去了性命 她不到二十 尚未娶妻 从不与任何女子接近 哪怕和我说话 也是离得远远的 我娘欣赏 这倒是个好人选 我摇头 一个内心都是创伤的副将 只适合专心做一件事 那就是杀敌 别把她拖到男男女女的俗世中来 她应付不来 我娘不爱听 偷偷打听她的脾气喜好 我怕事情惹大 便去求了二师傅 她和我娘说 这人是好人 就是寿远短 我娘立刻掩齐西谷 没过几日 孟凡旭来找我 她说了和孟绍安差不多的话 她一会要去支援 孟绍安他们与敌军主力对上了 估计得打一夜 一夜过后 阴阳两格 她说 我若见了阎王 徐师傅 希望你能帮我超度 为何是我 我希望是你 我再问 为何是我 她鼓了勇气 你是我们梦团所有兄弟的幻想 我们都爱勇敢的姑娘 而你不仅勇敢 还独特 独特 假死修夫 跑到边地开道场 确实没有比我更独特的姑娘了 梦团 我更关心这个 没听孟绍安说过 孟绍安 我 还有四五个姓孟的兄弟 我们十二三岁时 共同发誓 不杀光敌人 不娶妻不生子 我们坚持了十来年 从不接触姑娘 你们不想吗 好讶异 她脸红了 想 到了一定年纪 就想姑娘 可每每要出手 一想到自己随时会没命 就冷静下来 不能连累姑娘 哦 那怎么会幻想我 因为你太不同了 你真的超级勇敢 你连裴将军都扔 这样的你 即使夫君死了 也能活得好好的 不仅如此 你还做着死的生意 比任何人都更能面对死亡 因为这个 我们都把你幻想为理想妻子 这么多人看上我 可我一点也不开心 这个团 各个都是好男儿 可他们随时在赴死 她说 若我死了 你能给我超度吗 能 孟凡旭笑出了一口白牙 她走后 我久久无法平静 坐在榻上 念了一夜的佛 天微亮 我就要去找守家的老副将 特害怕几年前的事情重演 孟绍安重伤或死亡 一推开门 一个血人站在门口 徐念青 我回来了 声音洪亮 是孟绍安 就是太吓人了 我指着她的身上的血 差点吓晕 她抓住了我的肩膀 不是我的 是樊絮的 一听 我还是晕了过去 我娘跟在我后面 也晕了过去 我无法承受 从生到死 只需一夜 我娘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死 昨晚还活生生的小伙子 转日就没了 趁机 大师傅二师傅给我们做了开示 让我们认识到 死亡随时就在身边 一定要重视死亡 要珍惜现有 也要把握好来世 很快 我就收起悲伤 在两位师傅的指导下 给孟凡旭做法事 选择三十信念 二师傅说 做到一半 孟凡旭就带着笑容 转生天上了 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孟绍安全程参与 全程呆呆的 他失去了最信赖的兄弟 他能回归 是孟凡旭带领兄弟们推动的 这次营救行动 若没有孟凡旭及时打后援 他们不会成功 这场营救 他们就回了很多人 他们还就回了两个想不到的人 心勇和心美 原来他们没死 只是被关了起来 敌方把所有俘虏都集中关起来 打算作为交换条件 换我方三座城池 包括边地 孟绍安的突然回归 突发行动 打乱了敌方计划 重创敌方将领 一时半会 敌方不会再对我们 搞大规模战了 我方也能得以好好修整 裴衡与新家女有缘 心梅在狱中自杀之时 被及时赶到的裴衡所救 她救了心乐 又救了心梅 心勇知道了心乐的事情 感恩裴衡所做 心梅感恩裴衡 愿意终身作为奴婢 服侍裴衡 心勇也有此意 她觉得裴衡会看在心乐的情分上 收心梅为切 心梅的遭遇 罪不在她 可她也难以好嫁了 能跟上裴衡 这辈子可保安稳无忧 裴衡肯定答应了 我丝毫不怀疑 她喜欢挽救女子于无助 她喜欢感动 也喜欢被感动 孟少安挑了眉 你就像是个外人 本来就是外人 只差了一纸和离书 还不因为你办事不力 当时若消了我的户籍 哪有如今的麻烦 孟少安泽泽 你就会对我耍赖 我端起茶杯 要喝吗 孟少安跑了 出门的时候 差点摔倒 上一次饮茶的记忆 让她刻骨铭心 其实我也刻骨铭心 那是我第一次碰触男人 做了一晚上春梦 人都对第一个亲密接触的 异性难忘 裴衡说她心在我处 我们几个躲在练武场暗处 看她浇心眉 我娘撇嘴 浇得这么细心耐心 说不喜欢谁信 小患难与小共服 裴将军只要遇到 心太守的女儿 就守不住 他们一点也不想 我和裴衡再度扯在一起 看了一会 他们三个觉得没意思 就都走了 我还继续 要抓把柄 心眉长得与心乐极相 比心乐更谦卑 对裴衡满眼都是信赖和崇拜 我想裴衡更受用 难受吗 孟少安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我转身面对她 由着她打量 她看了半天 不敢相信到 怎么没有一点难受的迹象 你说呢 又来 我怎么知道 她低声嘀咕 被你放弃的男人 失惨 我凑近 问她捣鼓什么 她跑了 仿佛我是洪水猛兽 按得不行 就明的 我走进练武场 大大方芳欣赏将军 如何怜惜弱女子 裴衡见我进来 脸上一喜 没有半点心虚 她向心眉介绍 心姑娘 这就是我妻子徐念青 心眉面不改色 比她妹妹沉稳得多 她是太守之女 我是尚书之女 她对我一礼 我回她一礼 互看不上 裴衡见状 让她回去 嘱咐多加练习 然后 与我一块走出练武场 她边走边解释 我答应心太守 教她习武 等她有了一定自保能力 我就不再与她接触 我心一梗 又来 这接触接触 不就到床上了吗 裴衡这是成瘾了 我放慢了脚步 不想与她并肩 她停下等我 她没说 我也表明了态度 我不会内窃 我不会再重蹈覆辙 我横了她一眼 她这回倒是聪明了 早干嘛去了 太晚了 见我给了她脸色 她过来要拉我的手 我躲了 她挡在我面前 念青 我把你说的话 本子都叫人运过来了 我逐个看了 都是将军归来 带回个有孕女子的故事 很抱歉 我干了一样的蠢事 我也理解了你说的脏 可我请教了大师傅 他说 这也是一种执念 放下吉安 我还想说他恶心 却说不出来 以己之矛 攻己之盾 他拿了大师傅的话 又说得认真 真诚 叫我无法反驳 大师傅说的是对的 一切执念皆可放下 只要放下 因执念而起的痛苦 就会消失 只要我肯把 必须干净的执念放下 也就不存在 我说得他脏了 可我不甘心 就这样被他的逻辑顺走 裴衡 他眼里惊喜 这是重逢后 我第一次好好叫他 我问他 你我自小许心 共同经历所有的成长 新婚前 我们是那么期盼 共同经历那种激动时刻 可你简简单单就给了心乐 你想过没有 这对我是否宫廷 若与你圆房 你不会再有第一次的震撼 你只会有娴熟 比较 你是想将我与心乐对比 还是想看我与一个二手男人的酸涩不堪 这话十足难听 裴衡满眼振战 他忘了除了脏 还有那刻骨铭心的感受 应与爱人记忆一辈子的震撼 他轻易就给了别人 金榜提名 洞房花烛 一生最难忘的时刻 金榜提名 要与众共享 而洞房花烛 要与最爱的人 他不会再有震撼的洞房花烛夜 想装也装不出来了 他一时呆住 不知怎么回我 你若爱我 就放过我 让我与没成过亲的人 共同经历这一人生重要时刻 他一下子反应过来 不行 念青 你这也是一个执念 去他的执念 我飞快跑了 他没追上 他不知道 在他专心教心梅练舞的时候 我也缠着孟少安 教了我轻功 心乐的招数 我用了 心梅的招数 我也用了 徐家念青 从不吃亏 一跑跑到了孟少安的府底 他正在洗澡 我接了几片瓦 就从房顶跳了进去 差点把他吓死 淹死在浴桶里 喝了几口水 他浮着浴桶边喘气 白花花的胸膛亮在我眼前 他的脸冷得像冰 我知道有点吓人 但实在有气没得出 快速窜到他面前 趁他没缓过来 对着他的胸 狠狠摸了几把 然后跳窗而逃 徐念青 他在屋子里 无能拦好 府兵都认识我 没一人拦我 我顺利跑出府 边跑边笑 孟少安真倒霉 从上到下 都被我摸过了 我高兴地看着自己的手 他的清白 算彻底毁在我手 活该 谁叫他不好好报答 救命之恩 无论我怎么侮辱 裴恒都不为所动 执意用三个月挽回我 他每日上午 交心梅舞异 下午就来找我 心梅对他势在必得 他对我势在必得 我厌恶死了他的一厢情愿 可我不能拒绝他的接近 裴老夫人说 没有这个死心过程 裴恒不会给我和黎叔 他有军功 我没有 而皇上会偏向他 我必须得熬着 让我难受的不仅是他 还有俩娘的期盼 我娘说在裴恒身上 看到了浪子回头的金光 他娘则疼惜他 求我心软一点 慈悲一点 他们还搬来了二师傅 二师傅说 你和裴恒缘分未尽 不要太过决绝 怎么才算缘尽 真的好烦 每天晚上 把裴恒熬走 我就去骚扰孟少安 孟少安起初会说我可怜 次数多了 不胜其烦 他反过来劝我 试着回收裴恒 他说 试试呗 没准会有惊喜 他说 毕竟 裴恒是少见的降财 降财对降财总是惺惺相惜 我反驳 过日子不是选降财 是选男人 裴恒做男人 也不算差吧 孟少安感叹 他过去不知道你这么在意 知道了你在意 你看他改变多大 裴恒的改变确实很大 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无论心眉怎么接近 他都无动于衷 就是信守对心太守的承诺 小贡福忍不住为他平反 我以为他就吃信心的那一套 可信心的使出勾男三十六计 计计都落空 我承认 裴恒是真的在改变 他除了看我的画本子 还看了很多的画本子 从中了解男人女人 他还常去我娘的学堂 孟少安也去 人家都办女学 我娘办了个男学 她教男人怎么选妻 她雇了说书先生反复讲起 男人选错妻 连累所有人 吸引了很多当家主母来听 我听了两次 第一次 我娘讲 如果想妻妾成群 那就选能容人的女子为妻 她拿我举例 像我这样的就不能选 裴恒民嘴 孟少安憋着乐 我娘很聪明 她的着力点不是改变谁 而是什么锅就配什么盖 配好了 琴色和明 配不好 悲剧恒生 她又举了雪娘的例子 当然都是化明 与世子合离后 世子的身子迅速衰败 大去之妻不远 我娘说 没有哪个母亲 愿意看到自己儿子追欺火葬场 更不愿意看到儿子因此而死 她的观点 得到了大多数老母亲的认同 裴老夫人听得直抖 裴恒不停的抿嘴 孟少安吓跑了 第二次 我娘讲如何识别坏女人 重点讲那些看似柔情似水 打着加入的名义来搞破坏的 我娘说了一个基本原则 若一个女人明知男人有主 却还蓄意接近 无论用的是什么理由 就是心思不正 就是坏 裴恒听到这个说法 愣了 等我娘反复举了各种例子 她如雷轰顶 再也不提心乐是好姑娘 对心眉也冷了面 急得心太守来求裴老夫人 裴老夫人哀声道 心大人 您也可怜可怜老申吧 老申六个儿子 没了五个 只与恒儿一个 若不是 裴家早有后了 现如今 恒儿好不容易求来一个挽救的机会 可不能再被破坏了 心勇羞愧而走 她女儿的遭遇不是裴恒造成的 心眉也来听我娘讲学 没听一会 脸就白了 勉强支撑到听完雪娘的案例 落荒而逃 裴恒再没一点联系 两娘都觉得她有智慧了 可以追回我了 都在等我与裴恒和好 让我窒息 心情不好 我骚扰孟少安 呼吸不畅 我也找孟少安 这晚 我早早跑了 不想与裴恒纠缠 孟少安刚沐浴完 我就到了房顶 她拿起一本书铐在床上开读 我接瓦而入 早已习惯的她 还是吓了一跳 赶紧拢了拢衣服 问我 又怎么了 我说 为何大家都把我往裴恒那里推 反 她咳了咳 要不读读其他画本子 比如 她把手里的书递给我 讲破镜重圆的 挺感人 我的脸立刻撂了下来 拿起她的杯子问 喝茶吗 她眼球一震 随即又平静下来 那是我的杯子 喝 我递给了她 当着我的面 一饮而尽 又把茶杯底对着我 没事 我接过来 对着她一笑 然后 她满眼慌乱 怎么可能 她软软倒了下去 不管她如何崩溃 我脱掉外衣 爬上床 在她的恐慌中 挨着她躺下 她一动不动 想动也动不了 这次我下的量 足够软倒十个人 不动挺没意思的 于是我侧身 把腿压到她身上 又摟过她脖子 然后闭上眼睛 命令她 睡觉 本已夜深 我很快就睡了过去 孟绝安 孟绝安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一早 我便爬了起来 检查她 别给压坏了 她还保持着平躺的状态 我检查了下她的腿 没坏 拿过衣服穿上 我对她说 若经过这样的一夜 裴衡的心意 还是不变 我会接受她 孟绝安 你可满意 孟绝安愤怒 你敢 为何不敢 她的胸腔鼓起 你与我躺了一夜 怎么还敢找别的男人 那我应该怎么办 她狠狠瞪了我一眼 然后别过头 轻声淡坚定地说 我会去求皇上 赐你与裴衡的和离书 赐你与我的婚书 别们书弟没了 呼吸畅快了 我抓起她的手 承诺道 孟绝安 我会对你好的 一辈子只对你好 她咬牙 你最好事 为了你 我伤了一个将军 这是她最难以接受的事 其实她早就喜欢我了 但她死不承认 我也没办法 好在孟凡旭给了我确认 她说孟团的人都对我有幻想 孟绝安可是孟团的头 自那之后 我就开始主动出击 山不来救我 我就去救山 但裴衡一天没放弃 她就克制自己 这就是她和裴衡不一样的地方 裴衡为了自己 不怕伤害他人 孟绝安不会为了自己 伤害别人 我把手插进她的手 食指紧扣 对她提出要求 一 以后不能让女人进屋子 二 不能和女人递过来的任何东西 三 只能有我一个 四 前三条不答应的话 就算了 我这就去找裴衡 听到前面三条 她面色上平 等我说到第四 她黑了脸 你离裴衡远点 别忘了你的身份 我什么身份 我笑嘻嘻问 她一个字一个字帮 你 是 我 的 未 婚 妻 好 天亮了 我满脸雀跃地爬到她面前 对着她的嘴狠狠亲了下去 在她快溺死时 我抽嘴而走 徐念青 你真是找死 她在后面大吼 还不能动 我呵呵地由窗子跃出 二师傅劝我顺其自然 培衡在线 就是缘分未尽 我不甘心 找了大师傅 大师傅说 放不下 就拿起来 他看得明白 我早把培衡放下了 我放不下的是那个明明喜欢我 却为了给培衡机会 躲在一边猛肯画本子的孟少安 怎么把她拿起来呢 我想了十几个夜晚 想遍了沟南三十六计 最后想到了我给她的第一杯茶 还是请她喝茶吧 一夜未归 培衡等了我一夜 眼圈深陷 病角增了白发 念青 你去了哪里 脸上尽是害怕 怕我说出她接受不了的话 我有一刹的心软 但很快恢复理智 低声道 去做你和心乐情难自尽的事了 你 她呼地倒了下去 我赶紧拽住 喊小患难小贡服 外面首夜的士兵 听声跑了进来 他们帮我把培衡扶到榻上 我要士兵请大夫 又叫小患难去喊培老夫人 让小贡服给培衡熬舟 做好这一切 我便去找我娘 她正和二师傅说我的事 她没想到我和孟少安有故事 她问我 真的不要培衡了 你们十几年的感情 因为一个心乐 真的舍了 二师傅说 培衡已变 你们以后的缘分会好 我看了她 又看了二师傅 我也知道培衡变了 可我不想与她在一起了 没有半点怨恨 也没有半点不甘 二师傅汉手 缘分尽了 我娘说 那就孟少安吧 二师傅看了我一眼 不言 我娘急了 孟少安也会变心 二师傅摇头 不是 是跟念青在一起 孟少安会很辛苦 我娘输了一大口气 没事 我们念青脾气我知道 只要孟少安不乱搞 她好着呢 二师傅还是看我 把我看毛了 我以后会学培衡吗 不能吧 二师傅说 徐家念青 可不是一个好惹的 人间不好惹 阴间也一样 什么 我和我娘面面相去 当晚 和大师傅打完座 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舒畅 大师傅拍了拍我的肩 徐家念青 大师傅 二师傅 到底在暗示什么 晚上 我刚入梦 见到两个鬼插 来到我床前 对我行礼 徐大人 这是鬼王给您的请帖 我接过来 打开一看 此地鬼王居然请我做阴间判官 给鬼判罪 我 我惊得不行 指着自己 不敢相信 鬼差点头 不需您天天去 每个月只需四天 梦中前往即可 我若不答应呢 我们天天来请 为何是我 您的业力 您的姻缘 您的功德 德 说了等于没说 但我答应了 大师傅 二师傅 都在梦中 都对我点头 裴衡病倒了 心脉很弱 皇上派了御医来 随着御医 一起来的 还有和黎叔 和赐婚圣旨 孟少安 很难做出承诺 一旦确定给承诺 动作就会很快 确定帮我 裴衡回府的当晚 便带我走了 确定娶我 裴衡未好 他还是向皇上 要了赐婚 我逗他 不心疼裴衡了 他叹道 既已选你 只能与他对立了 我嘿嘿笑 他别扭了下 跟着我笑 父唱夫随 我和孟少安定婚后 欣梅找过我 他说 你命真好 其实 我和妹妹喜欢的 都是孟少安 可我爹向他提了好几次 他都拒绝了 后来 裴衡来了 他已成婚 但他却允许我们靠近 我不解 你妹妹成功过 等裴衡好了 你继续接近 还是有机会的 他说 我来求你帮忙 我一天都不想在边地了 不知道哪天又被掳走 一个狱卒 又一个狱卒 轮着爬到我身上 生不如死 我惊得不行 他居然受过这样的欺辱 你要离开边地 那就离开啊 如此害怕 为何还要留在这里 他啜气 我爹不想我离开 他只有我了 原来是两男 怪不得 他要缠上裴衡 因为只有这样 他爹才会放他走 我对他说 我会试试看 我找了孟少安 他绷紧了脸 沉生说 不止心眉 敌人只要抓住 我们这边的女子 都是这样对待 不仅在狱里 在路上 在战场上 他一拳打碎了石桌 天地不容 我们也这样 对他们的女俘虏吗 我听裴老夫人说过 战争的残忍 一旦败了 女人最惨 被冲作军纪 当作玩意 孟少安摇头 我们只杀来犯 并未打去敌方腹地 但我们也要杀过去 老幼妇孺 一个不留 一个不留 我的心肝胆皮肠胃一块颤 他很快做好计划 报给皇上 皇上回了一个字 允 孟少安开始备战 大师傅二师傅哀叹 会死很多人 裴衡身体恢复后 第一时间去找了孟少安 他也要参与 心没生过一个孩子 落地便被狱卒摔死 他没对任何人说过 新大人也不知道 可是新乐知道 他脱离恶鬼道 成了普通的鬼 鬼有神通 他给裴衡托梦 要他报仇 裴衡答应 新乐还告诉他 敌方的女人会脱光衣服 诱惑我们的士兵 敌方的小孩 会假装迷路 引我们的士兵进入陷阱 裴衡大怒 孟少安担心裴衡记恨他 裴衡却说 我和念青分离 说到底是敌人的错 孟少安答应了 分为两队进攻 他和裴衡为帅 那一场战 惨烈得不行 裴衡再要挂帅 裴老将军四处奔走 老部下分分之缘 出人出钱出力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仇之战 而是一场定乾坤的决战 皇上也豁出去了 调拨了十万人马 连皇城驻军都给调拨过来了 孟少安和裴衡 杀光了敌人所有参战人员 我方将士很奇怪 就好像老天在护着一样 开战后 敌人就精神不济 很容易就被杀死 我方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 杀光了对方八成成年男性 但并没有动他们的老幼妇孺 战斗没打多久 敌方就投降 他们的王爷很奇怪 没谈几句 就同意变成我国藩属 孟少安和我说的时候 说了很多句很奇怪 难有什么奇怪的 作战前一晚 我与等我审判的鬼们达成一致 由他们迷惑敌军 事成之后 我给他们从轻判处 我又联系上了孟凡旭 他从天上请假 带着未得到超度的鬼们 保护我们的将士 这些鬼都是边地曾死去的百姓 我答应打圣后 给他们做三十信念 他们立刻答应 参战的将士 也是他们在人间的儿女 或者兄弟 阴阳协同作战 敌方怎可能有丝毫机会 我在阴间名声大震 谁都知道 徐家念清 恩威相继 赏罚分明 敌方死去的士兵 纷纷来求我 求我轻判 求我就拔 他们说 只要给他们转世的机会 他们绝对会做好人 我报给了大师傅二师傅 师傅们慈悲 答应给所有阴战而死的亡灵超度 他们很快脱离轨道 大部分都在原地投胎 但因为国家已成为我们的藩属 他们不会再打仗了 至此 边地太平 心梅等有过苦难遭遇的女子 再也不用害怕 大部分的孩童得以长大 辛勒却不愿意转世投胎 她现在是富有的鬼 嫁了个鬼丈夫 生了几个鬼娃 夫妻甚是恩爱 人间太平 鬼的日子也好过 此战之后 裴衡又一次脱胎换骨 她不再执着过去 还给了我和孟少安祝福 裴老夫人虽有遗憾 大儿子好了 比什么都强 她欢欢喜喜地 跟着儿子回了京城 皇上给裴衡封喉 又把最爱的七公主赐给她 裴衡接受 待七公主很好 三年生了两子 孟少安抱着闺女说 她们比我们成婚晚 怎么比我们生得多 我黑黑笑 不答 我敢多生吗 白天我要讲法 做法事 晚上还要去阴间断官司 敢多生吗 带得过来吗 再说孟少安 她也不好女色呀 她只肯在特定的日子 与我刑房 我有了兴趣 她不是满足我 而是先看日子 日子不对 就带我打坐念经 她说得听大师傅二师傅的 刑房要遵循非人 非法 非知 非时 非处 非量 非礼戒律 我很无语 明明我比她早跟着师傅们 最后却是她最虔诚 不过挺好的 十多年后 我们回京树植 碰到了裴衡夫妇 听说他们一直恩爱 但我们站在一起 差别历线 我和孟少安 与当年变化不大 而他们已经老得很厉害了 裴衡看着我 一脸不敢置信 孟少安悄悄对我说 她写音 幸亏你修了她 我不解 这么多年来 她不是只有公主一妻吗 孟少安给我解释 非量也是邪淫 她需求量太大 把公主都熬干了 孟少安得意 徐家念清 幸亏你选了我 哦 看着七公主 我心有余悸 比我小三岁 看起来比我老了十三岁不止 阿弥陀佛 幸亏我坚定地不要陪衡 太吓人了